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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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这个曲亲的 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们讲到这个老仆人碰到利百家 也到了他的哥哥拉班的家里去 然后他讲了一番非常对的事 非常好非常恰当 多一字少一字都不可以的 他讲出他们的信仰 他讲出亚伯拉罕如何蒙福 他暗示利百家嫁去会多好 他也在说明 为什么他们家条件这么好 没有在当地结婚 就是因为看不上 所以甚至是我主人叫我发誓的 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 你要往我父家 我本族那里去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我也知道这很困难 我把困难讲出来就是 以后利百家要同意的时候 他也不会有少女的娇羞 这不好意思 我怎么这么三八 人家说有一个好男人 我就跑去了 我早就想到了 那个善良的女孩子 不会随便跑来的 我就说吧 我就说 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 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 四十节 他就说 亚伯拉罕就说 我所侍奉的也好 必要拆遣她的使者 与你同去 叫你到路通达 你就得以在我父家 我本族那里 给我儿子娶一个妻子 上帝开路 你看 我来这里 不仅是我主人 不仅是我能干 还是上帝开路 我们知道这很难 所以我们碰到利百家 我们知道这很难 所以自己在打动利百家的心 你过来 这也是上帝的心意 这里有两件事 一个就是利百家 要过来嫁给以撒 还有一个 利百家要过来 接受以撒的信仰 我想这都是 利百家是一个蒙拣选的 我们不希望人信耶稣 是很随便的 甚至是因为婚姻的缘故 是他真的认识这位上帝 那有些人心很软 一讲 他就能够听到 那这是蒙福的人 利百家就是蒙福的人 利百家如果去 他不算随便 因为他如果去 是耶和华开了一条通达的道路 起码我碰到你们 碰到利百家 就已经是耶和华开了道路了 四十一节 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 我使你起的事 就与你无干 他们如果不把女子交给你 我使你起的事 也与你无干 只要你真的愿意去 没有人愿意来 没关系 那跟你没有关系 这不是你的错 只要你愿意去 如果你真的找到 这女孩子这么好 他们不愿意 这也不是你的错 我会让那个誓言 跟你没有关系 这里也是有点提醒拉班 我真的是很诚恳的 也是上帝真的是这样希望我来 我主人也是这样 所以希望你们也不要拦阻上帝的工作 这是上帝的工作 这是上帝愿意的事情 他当讲的分寸刚刚好 没有任何的威胁 但是把这个表达出来 这是上帝的意思 上帝的意思是这样 上帝的带领也是这么奇妙 四十二节 我今日到了井旁 便说耶和华 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 他真的很诚实 诚于内心于外 是真的 我真的是这样祷告 我真的是这样经历到 我求神帮助我 我尽了我的力量 我在祷告 我这位上帝 你看多么真实 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 我们信仰对象是真实的 我们真的是诚恳地信仰 这位上帝 而这位上帝也真的听祷告 这里再叙述一件事情 但这里 我想最少有间接的 传福音的意义 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神 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 你看上帝带领 把你的女儿带过来 把你的妹妹带过来 多好 又称赞了拉班的妹妹 又荣耀归给上帝 又有点僵他们一军 上帝这样带领 我们怎么能违反呢 我如今站在井旁 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 请你把你瓶里的水 给我一点喝 她若说你只管喝 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 愿那女子就做 耶和华我主人儿子 所预定的妻 这事情你说是不是太巧妙了 我一祷告 我祷告 而且我祷告得很难 我要她的心很好 她要给我水喝 她要对我很客气 而且她也主动地 对我的骆驼很好 那这个人 就是耶和华所定的 又在将他一军了 我们信的这位上帝赐福人 他没有讲是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当然我想这也在他的信仰里面 现在也不必那么直接地 跟人家对着冲突 但是说这个上帝 真的我们上帝 怎么祝福我的主人亚伯拉罕 也怎么祝福我嘛 这祝福里面 包括今天碰到你家小姐 你看我话 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 你们家小姐就出现了 尖头上扛着水瓶 下到井旁打水 她真的是一个很规矩的人 在做她该做的事 不是一个轻浮的少女 然后我就说 请你给我水喝 然后那个形容词都没有减少 她急忙从尖头上拿下瓶来 这个动作都有 尖头上拿下瓶来 急忙的 立刻的 周到的 体贴的 然后请喝 我也给你的骆驼喝 下面倒没有把 利百家说 让你的骆驼也喝足讲了 但是我想这就够了 我喝了 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 很简单地讲了 称赞人 这就已经足够了 他们可以想到 这十匹骆驼 他们也看到了 走这么远路需要喝很多 我们的女儿真是了不起 体力热心都了不起 然后我问她说 你是谁的女儿 她说我是密加瑜拿盒之子 鼻土利的女儿 我就把环子戴在她的鼻子上 把镯子戴在她的两手上 这个动作很亲密 戴在她鼻子上 戴在她手上 我想这个应该不算是冒犯 也不算是轻浮 我相信一定是中东可以允许的 这是一个极大的感谢的态度 然后我给了她 这是我给的 要证实利百加讲的话 实在是她这么好 她没有丝毫贪婪 也没有丝毫做不当的事情 得到了这些 她是善良 我主动给她 然后我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 我低头下拜 我称颂一号我主人的 亚伯拉罕神 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 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 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 好 整个这一幕讲完了 把亚伯拉罕离开你们以后的丰富 因着上帝的丰富 把他的儿子的代字归中 需要一个妻子 而且千里条来找你们 而且是把上帝如何带领我走这条路 而且把你们的 你们家小姐的美善都讲出来 各位她真是该讲的都讲了 不该讲的都没有讲 真是一个字也没有多 一个字也没有少 这段话可能在这里讲了十分钟左右 再啰嗦也不好了 但是她带了这么多东西来 又很严肃 是在求婚 这不卑不亢恰到好处 最后她说 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 这是前面她讲的 耶和华是用慈爱诚实来带我的主人 那么也求主让你们用慈爱诚实来带 带我 带我的主人 那个神不断地在引导 现在希望你们也有在上帝引导之下的这个福气 这也有点将他们一军 照着上帝的意思做 照着耶和华的意思做 不要违反这个真正的大神 亚伯拉罕所信靠的神 你们如果愿意像上帝那样祝福 完全符合上帝的旨意 那告诉我 如果不要呢 也告诉我 那我就往左边去吧 往右边去吧 我就离开你们 我不要在你们这里耽误时间 这个事情是蛮紧迫的 拉伯安和比图利回答说 这事乃出于 由于耶和华 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 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 可以将他带去 照着耶和华所说的 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 这话就向耶和华 俯伏在地 这是不是关键性的时候了 这所有的问题就在这一刹那 看看拉班和比图利了 他愿不愿意 上帝已经开路了 各位 有些事情任何 有些事情需要十个 十个东西来完成 任何一个不配合 就vito 就让整个事情都不能成就 每一个都是必要条件 他能够平安到达 拿贺城是必要条件 他能够找到一个女人 这是必要条件 他能够找到一个善良女人 这是必要条件 他能找到一个极其善良 出人意外的善良和好 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因为以撒需要一个 出人意外极其好的女人 他必须到他主人家里 他必须由上帝来安排这件事 因为他善良不是我们肉眼 可以看得出来的 现在他讲了这么多 我不愿意这样说 但是左一个耶和华 右一个耶和华 左一个上帝 右一个上帝 我说左右好像是乱引上帝的名字 但你懂我的意思 就他在这个求婚 或者提亲的这件事上 他总是把各样的好处也讲出来 重点也讲出来 你们家小姐好也讲出来 我们是欣赏他的 但最重要这是上帝 拉班和彼徒利 彼徒利我们是不知道 拉班好像很聪明很跋扈 在这个家里用哥哥权威 甚至好像大过自己的父母 这里有多少商量我们不知道 似乎没有太多给他们商量的余地 这是提亲 这不是布道会 但这个提亲里面 讲到上帝的事情 也让拉班和彼徒利 我觉得是诚实地说 这我们没有办法抗拒 没有理由抗拒 当然了 也可能他们想到金子 那就顺道而行吧 那就顺水推舟吧 我们其实想金子 不过你既然这么看中耶和华 我们就说这是出于耶和华吧 我们不能说什么 我们不能说不好 可以 可以把利百加带走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就是可不可以 跑了这么远 然后不可以 这个必要条件没有成立 前面都是零了 可以把带走 亚伯拉安普恩一听到这个话 又像上一次一样 再度在地上下跪 其实还需要有第三次 因为最后利百加同意不同意呢 他碰到了 一切客观条件都好了 但是人家同不同意呢 客观条件好的时候他下拜 现在人家也同意的时候他下拜 各位 我们敬畏上帝不是要得好处 但是让我们真是在 得到好处 得到上帝一切祝福的时候 我们真知道要敬畏上帝啊 神成就就成就 神要快就快 要慢就慢 不管他要难 不管怎么样 他要管教我们 他要恩待我们 他要让我们受一点苦 实在是苦中得帮助 还是顺利中得帮助 我们都最好是 单纯的信靠上帝 不是利用上帝 是信靠上帝的恩典 好 马上看到第二次怜悯恩待 他再伏伏在地 然后进前的人 神不是没有该有的动作 他有该有的动作 马上就把金器 银器 衣服都拿出来了 你不能一直在那里祷告 这些人可不信靠上帝的 你把这个上帝的话 已经讲出来 人家已经答应了 你真是应该先求神的国合意 或者先感谢上帝 但是你也要对人 真的不是口慧啊 食也要治啊 拿出金银衣服 送给利百家 刚才给他了 现在再给 马上要人看到 你家小姐是被扇带的 然后又将宝物送给他 哥哥和他母亲 这我们不知道了 很显然我们再次看到 彼土利真的是 在家里好像没有什么决定权 是这个大哥决定一切 可能彼土利身体不好 智慧不好 或者怎么样吧 连母亲也是有 可是父亲就没有 宝物送给他们 很周到 各位我们灵巧像蛇 寻粮像鸽子 如果真的不能两得 我们寻粮像鸽子 但是如果我们也懂得 怎么样进退 应对 那是很好的 在这个世界上需要的 虽然我想这是 从敬畏上帝而来的 这个仆人 不愧是能够管理 亚伯拉罕全地产业的人 他真是有非常大的 智慧和能力 五十四节 仆人和跟从他的人 吃了喝了 住了一夜 早晨起来 仆人就说 请打发我 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利白家的哥哥和他母亲说 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 至少十天 然后他可以去 这里我们看到 各位好事多么 贤族很多 有通达的道路 你要继续 继续信靠上帝 要有通达道路 你要信靠上帝 不要说 哎呦 已经都好了 人家都已经答应了 各位 魔鬼可以败布复活 当然我们也可以死里复活 我们被魔鬼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 只要悔改归向上帝 神可以把我们所有的损失 重新补给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在一切的得胜中 如果骄傲之大 所有的胜利 也不过是埋伏下一个 彻底的失败而已 这个老先生 他很有智慧 他做得非常对 他说 当利百家的哥哥 当然就是拉班和他母亲 说再住几天吧 至少十天 各位 这是不是很合人情的讲法来 小姐就要嫁了 我们不说 我们不要讲孝顺 我们也不说不要有人情 我也不知道当地的风俗是怎么样 但是我还是说一句话 亲爱弟兄姐妹 要抓住机会 神给我们无数的机会 当然都可以悔改 都可以再来 十年八年以后都可以 但是我们早一点抓住是最好 你怎么知道下一次还有呢 对了 神都怜悯 但是如果你随便的话 那会像以扫一样 那会像扫罗一样 特别是以扫 扫罗这两个有扫子 都是这样 后来后悔了 就再得不到他父亲的祝福了 已经太迟了 没有办法改变心意了 这当然是希伯来书讲的 我们以后也会看到这样的事情 哎呀 求主帮助我们 这个历百家的哥哥和他的母亲说 再等吧 我们在《诗诗记》里有看到 就历位人去找他的妾 回到他妾的娘家去 结果就被耽误耽误耽误 耽误到最后 他妾死掉了 然后他自己也受到好大的惊吓 我们知道对的事赶快做 在这里 这个老先生很对 我想他如果这么精明的话 看起来表现真精明 他应该也看出拉斑 留在这里不是好事 事实上后来 历百家的儿子雅各就被拉斑 一扣就扣了二十年 当然吃尽苦头又享尽福气 吃尽苦头是如果靠他自己 他什么都没有了 享尽福气是 足使他毫无损失 而且风风复复 这正是我们的情形 真是靠着我们自己 真是不行 是主怜悯 但是就求主让我们 更多讨他的喜悦 走他的道路 他好像很不礼貌的 五十六节 仆人说 耶和华记赐给我通道道路 你们就不要耽误我 请打发我走 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不行不行 我不要留 一天都不要留 夜长梦多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魔鬼来引诱的时候 夜长梦多 赶快断掉 不要说 看一看吧 等一等吧 不不不 赶快断掉 当上帝给我们选择的时候 也不要夜长梦多 知道是对的 就赶快选择吧 这是好的 这个女孩子 一开始的老仆人就跑过去 急忙地要得到她 现在好像娘家要拦住她 她说 No 我们最好现在就走 不要耽误我 然后他们就还想拦住一下 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 他们就叫了历百家来 问她说 你和这个人同去吗 这又是跟昨天一样 当这个老仆人讲出说 你们要不要用慈爱的诚实 带我的主人 你们愿意吗 当对方不能不说好的时候 这个老先生就很高兴 现在他们已经答应了 不能反悔了 是不是历百家可以 有一点少女的娇羞 可以耽误一下 各位这真耽误不得的 哇 以拉斑的厉害 如果他再留下来 这老先生身上的金子银子 和所有的骆驼 都会被拉斑骗光 然后他会落荒而逃 而且带不走新娘子 带不走历百家 拉斑是最诡诈的 拉斑是吃了肉 骨头都不会吐的 皮也不会吐 毛也不会吐的 你赶快走 而且带着女子走 好 但是现在要看历百家了 各位我们真的要说 主的恩典很丰富 我们在整个这个 取亲的过程中 有这么多的学习 历百家很温柔 他不仅说他处女 而且说他没有接近男人 就是他实在是一个 闺女 他实在是一个 不随便的女孩子 那么 但是他知道抓住机会 我想 这么好的一个女孩子 而且这么聪明 他不是随便 他已经从这个 整个的事情中 有个很清楚的判断 愿我们也有这样的智慧 历百家需要这样判断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这样判断 选择那良善美好的事 在耶利米苏第十五章 还有以西结书 二十二章四十四章 都有讲到说 我们要能分辨 要能分辨那个高贵的 低贱的 要分出来 这样才能服侍上帝 那在立位纪第十章里面 也有讲到说 亚伦的后裔要能分辨 不要喝酒 善恶对错 是非要会选择 我们就是不会 我们很迷惘 很糊涂 历令致婚 色令致婚 权令致婚 都有好多的昏庸 我自己也是一样 看别人都看得到 看自己真是看不到 我们求主 让我们能够分辨 我想历百家 是非常能分辨 历百家看到 我想他住在家里 他也有个很大的痛苦 就是他这个 跋扈能干的哥哥 怎么这么贪婪 怎么这么坏 我想甚至历百家 可能不来问 他主动都会说 我要去我要去 甚至他会不会 偷偷塞一张条子 给这个老仆人说 你赶快带我走 要不然你真是 上了贼船了 当然历百家 没有这样做 但你看 人家问历百家的时候 你跟这个人同去吗 历百家甚至没有说 我祷告三天再说 各位这里 在应用事上 我要各位小心了 我们总不是照本宣科 总不是抓住一个 我就要这样做 我们去郊游 我们就带五品二鱼就好 到时候住鞋分开 就可以喂饱五千人 神是能行这样的事 但一般神不行这样的事 我们不是到去美国的时候 走太平洋 请太平洋分开 神也可以做这样的事 但是一般而言 神不做这样的事 那我们需要思想 需要看 我在这里也不是说 人家问你要不要跟他结婚 你想都不想 或者说 只有这一夜 一个晚上 你就决定要去了 我不是这样子 但是我说历百家很聪明 他从昨天到今天 他听他想他看 更他的一生 过去惊艳到他哥哥 他知道 我想他非常清楚 消极的他要离开这个家 这个家好贪婪 这个家好自私 尤其是他哥哥 那当然我想 他家里的这些神 也是给人不愉快的 历百家很被耶和华吸引了 另外积极的 这个老先生所表现出来的 一定有一点 如果你这么聪明能干 对你的主人这么忠心 那你主人一定很好 有这么好的老主人 也一定有好的小主人 我去啊 各位你有没有这个慧眼 抓住该抓住的 我去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历百家 和他卢姆 同亚伯拉罕的仆人 并跟从仆人 都走了 这鲁姆后来 他的死还特别记载了一下 显然跟历百家的感情非常好 都走了 他们带走了这家 唯一最宝贵的一个女孩子 当然后来 他的外甥又回来 来到这里 结果外甥 使他的舅舅致富 但是因为舅舅的恶毒和邪恶 上帝又把他舅舅一切东西 又给了这个外甥 让我们信靠上帝吧 不信靠上帝 我们累积的 甚至越累积越不好 他们就给历百家祝福说 我们的妹子啊 愿你做千万人的母 愿你的后衣 得到仇敌的城门 做千万人的母 我们今天当然不会说 我生几千几万个 我想这是说 你荣耀 愿你得到荣耀 你嫁过去的时候 是充满了荣耀的 愿你的后衣 得到仇敌的门 能够得胜 这在当时相当暴力的迦南地 他们也需要 希望你能够有非常多 非常多的后衣 得到祝福 当然我们也知道 历百家不过是两个人的母 而且这两个孩子 也给他很多的麻烦 也没有得到什么仇敌的门 他们在迦南地 还是很辛苦 但是他们仍然是属神的 神怜悯恩待 历百家如果 嫁的是雅各 当雅各是他的儿子了 那两个精明的夫妻 就不知道会做出多少事情来了 我想雅各的精明 都从历百家这边来的 从以上那边 好像不是很多 他果决明智 有智慧 有爱心 六十一节 历百家和他的使女们 起来骑上骆驼 跟着那仆人 仆人就带着历百家走了 那时以撒住在南地 刚从皮尔拉海来 回来 这我们有一点不大清楚了 为什么他没有跟父亲住在一起 有人说因为他很害怕 父亲父亲曾经拿到要杀他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理由 因为这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事情 以撒应该也是敬畏上帝的 他应该完全了解父亲所做的 那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也许我们后面有看到 亚伯拉罕是跟别人有结婚了 那个跟别人结婚到底在之前还是之后 如果在之后也许 以撒不方便跟新的妈妈在一起 和新的兄弟在一起 如果是另外其他的时间的话 我想总之亚伯拉罕的生活 让以撒不是能够跟他住在一起 圣经没有多言 我们就再一次相信 即使在属灵的人家里面 也不是千篇一律的 家和万事族 一定也有他的困难 不管怎么样 这个仆人真的也很聪明 就把他带去 甚至还没有给亚伯拉罕看呢 他觉得恐怕最重要的就是让以撒 得到安慰也得到保护吧 那以撒刚刚从这里回来 天将往以撒出来 站在田间默想 举目一看 见来了些骆驼 利百家举目看见以撒 就急忙吓了骆驼 这我有点想到 亚当醒来 看到一个美丽的女人 在他前面的手艺 这真是非常好的一个配合 利百家听到人家讲了 他也很希望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吧 那以撒后面有讲 母亲死了这么久 他才得到安慰 他非常需要一个妻子来安慰他 那现在看到这个 神为他预备的真是好 以撒在田间默想 这默想翻译的 有点像灵修的默想 但我想未必是灵修的默想 也许就是想他妈妈吧 也许就想到觉得 我实在需要一个伴侣了 这也不一定不属灵 但是就在上帝很奇妙带领 在一个忠心的老仆人 在一个明智的女孩子 在上帝奇妙的引导之下 不能算有情人 如果有情他们以前不认识 有情是有上帝的情 他们成了眷属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愿者赐给大家 祝我们灯耶和花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心疼的道路 因为许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花的耶鱼比 出耶路撒冷 耶和花的耶鱼比 出耶路撒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